导线的情况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最常把它拿来产生磁场的一个 这个Current Loop的情况 那这个Current Loop呢 你可以放成很多种形状的Current Loop 譬如说方形的圆形的 那这个螺旋管的部分 那我们先针对圆形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那基本上面你看到的 在SY平面上面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Current的Loop 好 那这个Loop呢 理论上面是有Input跟Output的两个端点 那我们就把这个两个端点的效益 就把它忽略掉 好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Loop的话呢 它的电流I 然后 它是一个 如果我们用右手的话就是右手能够围起来的一个情况 那我说对这个Loop来讲的话 它外面的一点 Z轴上就是中心对称轴 我现在画好像还是没有对称 OK 在这个对称轴上面呢 Z轴上面的话 的一点 那我说 Z点上面 P点 那对这个P点上面呢 它的磁场到底是多少 这是我们今天要求的 那我说 对这个Circure的Current Loop来讲的话呢 我把某一个DL 拿来看 那这个DL的话呢 到 你的Z点上面的话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R 的部分 那这个Loop如果半径是A的话 那这一点 从中心轴O点 到Z轴的点 这个值 我们说它是高度是Z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部分的话呢 这一点的磁场是哪个方向 DL Current R OK 所以它的方向 OK 好 那就要说 这个Loop 那这是Z轴 那我说 某一个地方 你的DL是这个方向 那Z轴 DL Close R 那它是刚好是垂直 这个 这个R跟DL 所组成的这个平面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DL是 DL所产生的DV的方向以后 当DL在改变的时候 你的DV实际上 就是在 这个方位上面在改变 OK 它是一个空 放句话说 在这里的DL 这个DL DV 是这样 到 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时候 DL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DR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DL Close R 它其实是什么 它的DV DL DL Close R 它其实是这个方向 OK 跟它是刚好 是对称的 类似一个空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知道说 我现在要做向量的相加 把DV相加起来的话 那我期待的是 把这个DV呢 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是投影到Z轴上的分量 OK 那是DBG 另外一个是到垂直G轴上的分量 DB垂直的方向 这样有没有问题 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部分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 我们的DV啊 到最后你要加总的时候 实际上 你是去加总的两个分项 的把它加总起来 这才是我们Total的V的部分 OK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DV是等于多少呢 那DV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 是4%μ0 R平方 DL Close R 那R的部分 平方是等于Z平方加上A平方 所以你马上你就可以算出来 这是A平方加Z平方 然后 这是R是少了一个R 那DL跟R 它永远是什么 垂直 因为DL的方向 在这个空 那R的方向呢 永远是什么 垂直 这个平面的 那垂直它的情况之下 所以DL cos R 实际上它最后的大小是DL 所以DV 它的大小是DL 那我们只是知道它的方向 已经知道在这个方向 这是垂直 那换句话说 这个如果是C他脚 我们把这个当成是阿发角好了 阿发角那这边就是阿发角 所以你现在知道DV 的垂直的component 是等于DV乘上cos的阿发 那DV Z的component DV的sine的阿发 那我们把它计算出来的话 是4πμ0i 然后A平方加Z平方 cos阿发的值 是等于R分之Z 所以2分之3次方 那下的阿发呢 R分之A 所以你知道这两个component的情况 那接着我们就要把它上起来 那上起来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DV的component 那你要把它上起来 那上这个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我根本不需要去做物理 不需要去做数学 我直接从物理我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点跟这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点 对称的点 它的DV的方向 投影到V垂直方向 刚好一一的对称 你会相消 所以所有的DL 你把它上起来的时候 这一项实际上是等一点 你如果要去做数学也可以 那你就去把它上起来 因为Z是 Z是固定的一个值了 那A平方是固定的一个值 Z是固定的值 A平方也是固定的值 你只是对DL在积分 但是注意件事情 你不是这不是只有存量而已 因为它的方向是随着什么 你的DVG 我们这样看好了 这是一个空对不对 这是一个那个loop 所以你的DVG是 DL close DL close DVG是这个方向 那你把它垂直到方 投影到那个垂直方向 是这个方向 到达那边的存况是这样 你把它投影到是这个方向 所以每一个DVG 实际上那个垂直的方位 方向并不是固定的 你把它做向量相加的时候 在这里不是只有存量去积分 你要把它向量相加 加起来就是等于0 所以我们其实是对称的观点 因为方向相加以后 你才等于0 OK 当然你投影到G走方向的 不管你的element是在哪一个地方 投影到G走方向 它永远是G的component 换句话说 你BG的component 是Z DVG 那Z的component的部分是固定的 那DVG是4π μ0 I A平方加Z平方 的2分之3次方 的ADL 这些都是常数 G的DL是变数 所以基本上面 我把它放到外面来 你把DL积分 DL是积分一圈 就是沿周的长度2π 那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你就变成是 2π2π削掉 2A平方加Z平方的2分之3次方 然后 μ0iA平方 所以我们最后 所以我们最后总共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最后总共所得到的结果 total的B 那这是一个你的磁场的一个大小的部分 在Z轴方向的磁场大小 那这个磁场大小 当Z等Z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你现在一个 这个 圆形的岩形的岩形的导线 那最中间的点的磁场 它等于多少 那0Z等于0Z就消掉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的磁场B 它是等 Z的component 2 然后A分之μ0i 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那B等于Z2A分之μ0iA的话 就是它的半径的值 这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磁场的部分 那假设我现在呢 有N扎的非常紧密 在空间里面紧密布置的这个loop 它这边是N扎 它一共有N个TN 非常密集的 它几乎没有这个厚度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基本上面 你粗略的估计 实际上 你把所有的这个磁场 把它变成N倍而已 OK 但是假设 我们现在 我们的N扎 是非常 这个 紧密的 分布在空间里面 然而它有一定的长度了 它其实是一个螺旋旋管的情况 它有一个 这个 L的长度 然后N扎导线 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对这N扎导线 每一点 每一点 每一扎导线 所产生的磁场 来做一个分析 那 你就把这N扎导线啊 把它分布一下 我说 我把它放大的截面图 任何一扎导线 我说我如果现在 我要去看这P点的磁场是多少 任何一扎导线 任何一扎导线呢 我都可以视为什么 这一扎导线 在这个点上面 这一个 就相当于是我们刚刚的导线一样 它距离它 这个P点呢 它是Z OK 然后呢 这个是A 那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扎导线在P点所产生的磁场 V 它是等于多少 它是等Z的component 然后 这边已经告诉我们 2 Z平方加A平方 的二分之三十方 μ0 I A平方 OK 然而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这一扎导线 到底有多少扎 在这个小小的底Z范围里面呢 我说 全部是N N 那全部是N 渣 那 L分之N就是单位长度的me 这个渣数 单位长度的渣数 你现在有底Z 那就是相当于说 在这个范围里面 一共有 L分之N 底Z 渣 那 这么多的渣数 每一渣 都有I的电流 在这个范围 被P点所产生 就像我们这边 N扎导线 在这一点 所产生的电流 所以我们现在的I 你要用 这一个 去取代他 所对应 DV的结果 所以我们DV呢 现在实际上 你应该要怎么去 是等于Z的component 然后 2Z平方 加A平方的2分之3次方 μ0I L分之N A平方的B 那我现在我要把 每一个底Z全部加起来 就是我total在P点上面 Z是固 不是固定值 Z现在是什么 一个变数了 所以我total的B 就等于BB 的相加 那Zcomponent是固定的 那换句话说 我实际上加的就是 2倍的Z平方 加A平方 加2分之3次方 μ0I L分之N A平方的DZ 那有没有问题 那这些都是常数 只有Z是变数 OK D从哪里开始G起 D 就是 这是L Z1 到 G到 Z2 所以它是从负的G1 G到G2 那你去把它积分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 实际上 我把这两个角度 算出来 我说 P点到最终的这一点 Z1的这一点 这个如果是 A2的角度 那它到最高的这一点 这是A1的角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B 就等于 Z的Component 我已经知道 2分之μ0N R 然后 cos的 α1 加上cos的α1 OK 你去计算 你就可以把Z 换成α1 Z1跟Z2的关系 就把它换出1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呢 我们平常呢 说 我们这个螺旋渲管 是无穷常 所谓无穷常 的意思就是说 P点在 α1跟α2 几乎都是 α1 趋近于0 α2 趋近于0 的情况 α1 趋近于0 α2 趋近于0 就是代表 这个螺旋渲管 你现在要算的P点 那这两 这个 这个uncle很小 这是对冲轴 那 这个uncle α1 跟α2 的uncle 都非常非常小 那这个趋近于0 是1 这个趋近于0 也是1 所以 V点 V呢 就等于 l分之μ0 nr 那l分之n 就是单位长度的扎数 我们是用小n来讲 那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n n m0 这是我们 非常长的螺旋渲管 中间一点的磁场 你几乎是一个什么 定值的情况 这也是我们做一个长植岛 长植岛 长植的螺旋渲管 内部 这个中间地带的磁场 它是什么 它不只是定值 而且它几乎是平行 逆轴方向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 螺旋渲管 那个 磁力圈的方向 几乎是这样子的方向 那边端有一点边端效应 ok 不然的话 这边都是直的 那我们一般实验室里面 所用的磁场 就是这一块的磁场 它是一个uniform的场 ok 不定方向或者是大小 都是非常均匀的磁场 那我们就会把它拿来 当实验室里面常常使用的 就是这一小段的范围 那这是一个长螺旋渲管 那你看到它的磁场 我们说一个均匀磁场的产生 是μ0Ni的情况 那这个呢 跟电场里面 你要产生一个均匀的电场 你把它拿一个什么 平行板 在实验室里面 拿均匀电场 拿平行板 是一样的道理 当平行板很大的时候 这边是均匀的电场 那边端的效应 我们通通是负列掉 不计了 ok 那所使用的 都是这个区间 非常uniform的 这个electric field的情况 那这是我们在实验上面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问题 所以从一个旋圈 到两个旋圈 到N个旋圈 到一个长的螺旋渲管 那它的磁场 你要能够抓得住它 它的特性 和它的特性 就是我们常常用的 这种磁场的方式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 我们就今天上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